这是一个曾在英国引起轰动的事故 一个五岁的小男孩跌入黑猩猩的领地 猩猩们向他围了过来 这天,动物园刚开园 原本兴高采烈的游客却突然发出一阵尖叫 一个只有五岁的男孩一不小心跌下了几公尺深的黑猩猩围栏 小男孩陷入了短暂的昏迷 旁边的黑猩猩立刻围了上来 见到这种情况,上方的人们急得团团转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就在这时,一只身材高大的黑猩猩靠了过来 他把手伸向小男孩 这可把围观的人们吓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他只是轻轻抚摸着男孩的后背 仿佛是想唤醒他 然后默默守护在他身旁 也许是人群的声音太大 园子里的其他几只猩猩也聚了过来 原先守在男孩身边的黑猩猩 竟然向他们发出了怒吼 防止他们继续靠近男孩 过了一会儿 男孩在疼痛中逐渐恢复意识 一睁眼就看到横在面前的黑猩猩 吓得嚎啕大哭起来 猩猩见状连忙后退出一段距离 另一边 园区内的饲养园也展开救援 只见饲养园越进园内 冲到了男孩身边 就在这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又出现了 黑猩猩怕其他黑猩猩出来伤害他们 便将所有猩猩赶进小房间 将救援空间留给饲养园 不久 男孩被饲养园救了上去 所幸 男孩只是轻伤并无大碍 遗憾的是 六年后 这只黑猩猩因病离世了 动物园为了纪念他的英勇事迹 便给他做了一座等身纪念铜像 还请来了当年获救的男孩 为他剪彩 现在 男孩已经长大成人 并且已经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可他仍无法忘记那一天 男孩一直将那一天 视作自己的人生转折点 也正是黑猩猩给予他的帮助 让他格外热爱动物 现在的他 打算等孩子再长大一点后 带着孩子们重回当年的动物园 给孩子们讲述 当年自己被大猩猩出手相救的故事 有的动物 虽然长相凶悍 但他们也有温柔善良的一面 然后你要不要聪明 这一切就会似你 可以帮忙 这一切都没有 这么说 ücke图 这一切都还不变了 这一切都没带